青青科学图书馆 城堡 中世纪初叶 城堡都是用木头制成的 它们坐落在很高的山岗上 但是遇到敌人进攻时 城堡就很容易失火 如果建造一座更加坚固的城堡呢 领主决定在这座山丘上修建城堡 在山上 士兵可以很方便地监视下面的山路和村庄的情况 山丘周围就是一个采石场 石头被运到工地 非常方便 嘿哟 嘿哟 农民们搬运着石块 瓦工在砌墙 木工在搭粮 铁匠在锻造工具 整个工程缓慢地进行着 15年之后 城堡终于完工了 这座城堡拥有护城河 双层城墙 众多的塔楼和一个主塔 看起来非常雄伟 城堡入口处还有用来防御的城门和吊桥 城堡里的仆人和工匠们住在第一层城墙内的养殖场里 附近还有水井 牛栏 马厩和菜园 士兵们在圆形围墙的高处站岗放哨 林主一家住在主室里 底楼是他们的食物储藏室 二楼是会客大厅 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 林主经常在此设宴 还经常会有杂耍艺人前来表演 夫人们喜欢在林主的房间里聚会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 因为这里的墙上挂着挂毯 床的四周挂着帷幔 是整个城堡最舒服的房间 林主也是骑士 他宣誓效忠于另一个更强大的林主 为了能追随主人去征战 他经常操练兵马 参加马上比武和其他各种竞技 林主在森林里打猎 他的目标是野猪或袍子 女士们会带着经过训练的雀鸣打猎 因为他们可以捉住野兔 农民为林主种地 他们必须把收成的绝大部分 上交给林主 打仗了 一位与城堡主人势均立敌的领主 想要占领这座城堡 他的士兵试图用投石器来摧毁城墙 砰 他们还尝试用羊头撞锤击破城门 城堡里的士兵能抵挡得住敌人的进攻吗 城门内的人都在积极进行防御 弓箭手在城墙的堕口处放箭 士兵们往敌人身上扔石块 倒开水 工程的士兵顺利打进了城堡 城堡里的所有人都跑去主塔避难 这是最后一个避难所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唉 很快水和食物就会短缺 到时候就不得不投降了 几个世纪过去了 当年的城堡被重新修复 如今这座城堡的主人 把这里最漂亮的房间都向游客们开放 看看那座城堡 它被摧毁变成了废墟 但是城墙下的村庄却不断扩大 如今已经发展成一座城市 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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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